社会流动性是环球社会希望达致的目标 但副总理尚达曼认为 日益严峻的贫富悬殊现象将使得目标难以实现 他因此提出了两项策略 也就是开发人类潜能和打造包容性社会来应对这个挑战 尚达曼在出席一项社会学研讨会时表示 早期介入孩童的成长是开发人类潜能的重要一步 提供持续性义务教育、良好师资 以及适合孩童学习能力的课程将能起到关键作用 而亚洲社会强调的精英制度也必须改革 不应把注意力只放在考试上 但同时却应鼓励终身学习 以达到提升社会流动性的目的 第二个策略则是通过公共租屋政策 把来自不同社会和种族背景的民众结合在一起 他说新加坡并没有落后的邻里 政府也会保持这一贯的做法 尚拿曼表示 从经济角度来说 这样的邻里有助促进社会平等 每位民众都能享有租屋价格升值 和产权累计所带来的好处